北京时间2月12日凌晨 2022斯诺克球员锦标赛结束了第五比赛日的较量 在又一个一日双轮中 未免冠军约翰·西金斯尽管打出四杆五十 却依旧以4比6不敌打出一杆破百和四杆五十的吉米罗伯逊 止步八强 至此 753节在本次比赛中全军覆没 而在率先进行的一场半决赛中 连续击败两名中国选手的巴黎霍金斯 则继续高歌猛进 以6比2倾取连胜马克艾伦和马克威廉姆斯的里奇沃顿 率先晋级决赛 另一场半决赛将于北京时间13日凌晨3点开战 对阵双方是尼尔·罗伯逊和吉米·罗伯逊 2022斯诺克球员锦标赛 于当地时间2月7至13日 在沃尔夫汉普顿的Aldersley Lizer Village举行 该项赛事是2021-22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第十战排名赛 只有单赛季排名前16的球员有资格参赛 也因此 中国球员只有赵新彤和严炳涛获得了参赛资格 而丁俊辉则无缘该项赛事 马克·塞尔比也因单赛季排名第17位 错失参赛席位 比赛从首轮到半决赛都采用11局6胜制 决赛则采用19局10胜制 第五比赛日共进行了两场比赛 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和首场半决赛 约翰·西金斯4至6吉米·罗伯逊 在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 为冕冠军753节之一的苏格兰 乌师约翰·西金斯 在对阵吉米·罗伯逊的比赛中 错失了可能3比0领先的机会 在场面上陷入被动 最终4比6失利 事实上 在双方此前职业生涯的6次交手中 西金斯5胜一副占据上风 本场比赛 开局也是乌师先发之人 在接连打出单赶52分和65分后 他以72-52-42和65-65-一连胜2局 大比分2比0领先 但第三局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吉米·罗伯逊在单赶58分后留下机会 西金斯在追成58比58平后 最后一颗黑球停在了带口 未能实现单局逆转 反而是吉米·罗伯逊打进黑球 以65-58-58扳回一局 趁着这个时机 第四和第五局 吉米·罗伯逊又先后打出单赶57分和59分 以63-57-6和78-59-一再胜两局 大比分3比2反超 西金斯在第六局轰出单赶68分 以72-68-0将大比分颁为3比3后 吉米·罗伯逊又在第七和第八局 接连轰出单赶102分和57分 以102-102-4和64-57-17再胜二局 大比分5比3拿到赛点 尽管西金斯在第九局轰出单赶80分 以97-80负林挽救一个赛点 但吉米·罗伯逊仍然在第十局凭借多次上手 以84比47胜出 大比分6比4最后一个晋级4强 巴里·霍金斯6-2里奇沃顿随后 在率先开始的一场半决赛中 接连淘汰了两位中国选手 赛会头号种子赵新童和严炳涛的巴里·霍金斯 继续高歌猛进 凭借一赶破百和三赶50 战胜淘汰了马克·艾伦和马克·威廉姆斯的李奇沃顿 率先晋级决赛 比赛中 李奇沃顿在首局率先打出单赶69分 以77-69负七先胜一局 但第二局 他在打出单赶60分后断掉 将机会给了对手 巴里·霍金斯笑纳大理 以70比60-60扳回一局 接下来 霍师傅又以84-24和63-55-0连胜二局 大比分3-1反超进入中场休息 休息回来 又是李奇沃顿率先打出单赶54分 以81-54-31扳回一局 不过 这也是他本场比赛拿下的最后一局 接下来的三局 巴里·霍金斯火力全开 先后打出单赶115分 61分和75分 以135-115-4 69-61-20和79-75-0又是连胜三局 大比分6-2轻松晋级决赛 此外 在第五比赛日中 总共只打出二感破百 且二感全都出自胜者之手 巴里·霍金斯和吉米·罗伯逊各打出一感 听起来的一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